HELLO 大家好,我是低伦 好,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這段時間我們所在太浩殿跟師傅 所學習的一些心情跟想法 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過往我們都是從事拍攝影片為主 所以我們每天就是東奔西跑 然後為了就是求三餐溫飽 每天去到一些陰暗的地方 廢棄的地方 那這樣子從事了七八年的時間 那過程當中也有一些轉變 從鄉野巡奇 然後到一些奇聞異室去做拍攝 直到在今年 我們在年初的時候 就是去拍攝太皓店 八卦祖師廟 那這一個機緣 其實也是源自於四年前 我拜了八卦祖師為師 一心想要學法 就是希望說在探險的時候 可以有所用 然後就是冥冥之中 遷起了一條線 某一天我跟King 就是想說騎著車 再去祖師廟走走 因為我們固定一段時間 都會去祖師廟走走 結果當時就發現 祖師廟那邊人事皆非 就是一些狀況 那後面呢 我們就是在網路上 找尋到了太皓店開機祖廟 那就結起了這樣子的一個善緣 然後就是認識了很多師兄師姐 無怨無悔教我們的師父 那其實透過影片呢 或許大家沒有辦法去了解到 認識到師父他的一個為人 那所以呢 今天就是透過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 這一段時間大家會覺得說 我跟King變了很多 不管是面容上面 或者是談吐 有些人都會覺得有一些改變 有所成長 那其實是因為 過往我們所接觸的一些宗教廟宇 我們去都是單純做拍攝 所以沒有去學習到說 修道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意境 去到太皓店之後 師父他不斷的一直去 給我們正確的觀念 讓我們認識到 我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修道 在修我們的心 那其實修道主要就是 把我們的內心修好心神合一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一個境界 不管是替神明服務 然後為人指點迷津 你就可以有比別人更多的一個智慧 可以去跟他做一個開導 那近期其實我感觸非常多 尤其是因為我們有去到嘉義的統天店 那看到統天店其實目前在建廟 那因為經費的關係 所以遲遲還會完工 那所以我跟King其實在這一次 我們也有發心就是想要透過 做八卦祖師的護身牌 那部分我們就是作為建廟來使用 那希望透過大家的善願 來起心動念 不管是直接聯繫太皓店 來做護持建廟 或者是說你本身體質敏感的人 需要有一個護身服 那希望祖師可以日夜護持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面祖師牌 那在國立的11月17 那一天我跟King也會到場 其實近期有非常多的觀眾 都有到太皓店來找我們聊聊天啊 或者是請師兄師姐 幫他們做奇掛指點迷津 像昨天我們從太皓店回來的時候 也是受了認識非常久 七八年八九年的好朋友 那很久沒有聯繫了 那現在結婚生子 那就是也到太皓店拜拜 那剛好我們就搭順風車回來 其實大家就是可能你仔細去想 或許在什麼時候你們就認識了 那又因為某個原因 那某個時間點 那你們又重逢 然後就是結下這一個善緣 所以近期其實我們在所做的事情啊 都是在做宣揚上天 就是宣揚八卦祖師 女王娘娘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宣揚 其實是因為我們自己得到了 祖師跟娘娘的幫助 很多事情如果自己沒有親身體會 或許大家就不會有感覺到說 生命真的這麼厲害嗎 那太皓店跟過往我所接觸的宮廟 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在那邊所學到的是一個 心靈上的成長 師父給我們的正確觀念 以及生活上面的行為 去做一個改變 然後去學正法 正念 然後將所學幫助 所有信眾 或者是這些無形的眾生 那所得到的這些功德 或者是成就感 其實是非常大的 這一次其實拍攝這部影片啊 其實就是要跟大家說 近期就是一直有 放了很多我在學習的過程 這些紀錄 那其實有很多人都有私訊說 他們其實從影片裡面 都有所學 就是透過師父這樣子在教導我 他們很像也是 身體其境 然後跟我一起在學習 無論他是否從事宗教的這一個領域 但是他在家中看完之後 他覺得 師父的一句話 或者是我們跟師父的對話 對他來說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跟過往不一樣 以前我們是在拍攝一些 一些新奇 驚奇 然後一些比較 吸引人目光的影片 做爆點 但是現在我們所做的是 希望說 影片是有含金量 是有內容 你們可以學習到的 無論是師父給我們的正確觀念 或者是我們從一些經典裡面 所看到的經典內容 那我們可能取 內容裡面的幾段話出來 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樣子大家可能都會有所收穫 尤其近期我們在幫大家做祈福待燒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希望說讓大家對我們是有信心 那你對祖師有信心 這兩點具備之後 那我就會幫你寫書文 非常誠心的幫你去做祈福禀報 廟內很多師兄師姐 還有師父 看到我們在幫大家做祈福 其實大家都是對我們很讚揚 就是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一個一個一個 幫你們寫書文 然後幫你們點香 誠心的禀報 然後再點北斗七星燈 為你們祈福 其實我的出發點就是一個 就是希望你們真的變好 因為你們變好 你們才會想要發心來護持建廟 那你們變好 祖師護持你們 那你們生活有所改善 那這樣子大家何樂不為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做 代祈福這件事情 我們是非常謹慎 而且非常用心的幫你們在做代燒 所以近期其實有很多觀眾 信眾都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感謝的 那我們也是很感謝大家 對我們的信任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宗教直銷團體 我們並不是在推銷你應該做什麼 做什麼做什麼 而是我們去指點出 你現在所提的問題 那它背後的真正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你想要解決 那可以有主廟來幫你們做服務 那你可以自己去做評估 我們不會去做怪力亂神的言語 或者是告訴你說沒有做會怎樣 這都是師父給我們的借規 不可借假亂真 不可怪力亂神 不可自斬神通 這都是師父所給我們的借規 我們秉持師父的這些借規 然後來服務大家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有感受到 我們的不一樣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心想要了解 八卦祖師女娃娘娘 他們的神機 以及大家對於護持見廟 願意盡一份小心力的話 都可以跟太皓店去做聯繫 那我們也非常希望 在國立11月17星期日那一天 大家可以一起來共襄盛舉 就是我們把各位當成是自己的朋友 那我希望說在當天 大家可以一起來聊聊天 那或許在現場 你們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那當天的祈福 也會為大家 不論是身體 健康 運勢 師父都會帶領著各位 師兄師姐以及我們 然後來幫各位有來參與的信眾 去做一個祈福 讓你們在2024年的年底 到2025年 新的一年都可以有非常好的運勢 在財運上 家運上都可以獲得到幫助 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那也感謝近期各位觀眾的信任 就是非常放心的 讓我去幫你們安裝八卦鏡 由我來去幫你們看 家裡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祈福的擺建啊 或者是開運擺建 是不是方位有擺錯 那這些都是透過師父不斷的教導 讓我可以學習到正確的觀念 去將所學來去幫助大家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 11月7號見 Don't be watching